在一战后,作为战败国的德国被迫签署了,在他们看来当权辱国的反而赛条约,而咱们今天要讲的主题也和这个条约息息相关。 我们知道,虽然一战的规模没有二战那么大,但乱血腥程度可是有过去而无不及,特别是法国,一战的主战场就是在法国北部,数年时间,整个法国北部基本上被打成了月球,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孩子、丈夫、父亲伤亡。 对法国来说,其对德国是有着强烈的惩罚意愿的。 所以啊,就算因为为争夺世界霸权,有一对德国从轻发落,但照顾到法国的情绪,依然制定了极为严苛的凡尔赛条约。 凡尔赛条约在条约中,德国陆军的数量不能超过十万人,不允许生产坦克,不允许制造大队战舰,不能拥有空军,各让三百万平方光丽海外殖民地,各让八分之一本土国土。 好家伙,这些条约不可谓不决啊,但这是很难让当时的德国人接受的。 要知道,一战德国投降的时候,上位有一名协约国士兵,踏入德国领土。 在这样丧权辱国的条件下,不少德国人是想拿起武器继续抵抗的,但可惜的是,在投降的时候,德军所有的重武器都已经被卸甲,因此并不具备再战资本。 虽然德国人在当时被迫接受了该条约,但却重下了仇恨的种子。 讲述完了背景,咱们回到正起,在希特勒掌权后,重整军费计划开始秘密进行,当然了,为了麻痹其他。 国家,类似坦克,军舰,战机等重武器的开发进行的都十分隐秘,在明月上,德国人制造了一系列轮式装甲车,也混淆是轻。 接下来,官司君就为大家详细一下这些时代产物。 上途中的装甲名为SDKF-Z221,这是一款定位快速侦查的轻型轮式装甲车,重量为4吨,在一台75毫力汽油机的助力下,该装甲的时速能够达到80公里,一般来说,会配备一品7.92毫米口径机枪。 SDKF-Z221,是德国一系列轮式装甲的开篇之作,列装于1935年,一共生产339辆。 上途中的装甲名为SDKF-Z222,这款轮式装甲是SDKF-Z221的改进型,不仅在装甲厚度上得到加厚,在火力上也换上了威力更为强大的20毫米口径机泡。 不过,该车的定位也是侦查车,在配置方面,该装甲的动力和底盘,与SDKF-Z221都是一致的,但因为火力和护甲的加强,重量达到了5吨,素颜降低至70公里,服役时间则是1938年,共生产990辆。 这是22系列轮式装甲的最后一款,名为SDKF-Z223,该装甲的定位与前两者不同,而是一款用色指挥和通信的装甲,除了在车顶搭载一圈大大的天线之外,一般还会配备一挺7.92毫米机枪。 在参数方面,该装甲的底盘和动力,以及车架与SDKF-Z221都是一样的,算是改装车,时速解能。 达到80公里,服役于1936年,共生产567辆,与SDKF-Z22系列的侦察定位不同,SDKF-Z23系列的研究目的就是主战,上途来SDKF-Z231一轮轻型装甲,重量达9吨,动力能一台80马力带入了汽油机,素能够达到85公里。 在火力配置上,SDKF-Z231前期唯一挺7.92毫米机枪,在后期大规模列装了20毫米机炮。 SDKF-Z231是当时德军的长辈装甲,服役于1935年,产量达1000辆。 上途来SDKF-Z232八轮轻型装甲,这是SDKF-Z231的进阶款,在火力、动力、护架上都有了明显提升。 且SDKF-Z232的全程应该为SDKF-Z232263,因为132款和263款的底盘都是一样的。 只是232款搭载的是20毫米机炮,263款搭载的是7.92毫米机枪。 二者都搭载了一台155马力汽油发动机,索克达100公里,重量为8堆。 上途装甲名为SDKF-Z233,说起来啊,这款装甲和SDKF-Z232263是一条生产线生产的,甚至是一批下线的。 在动力、底盘、护甲等参数上均一致,因此,SDKF-Z233的产量和前两者是算在一起的。 三者一共生产了650辆,服役于1936年。 从图片咱们也是能够看出它们的不同,SDKF-Z233搭载了更强的。 火力,具体来说,该装甲直接安装了早期,为4号坦克准备的炮塔。 上途装甲名为SDKF-Z234,它还有个霸气的名字,叫做美洲狮。 从编号来看,这款装甲应该是和前面几款一批的产物才对,但实际上,SDKF-Z234的服役时间,为1943年,这是一款过渡型装甲。 在当时,德国虎式坦克刚刚列转部队,数量不多,暴时坦克还未入列,面对苏军坦克部队时实在压力山大。 于是,SDKF-Z234承担了过度的重量,该装甲搭载了一台220马力柴油机,重达12吨,速80公里,在火力上,配备了一门50毫米口径炮。 甚至后期生产的SDKF-Z234,还使用了75毫米主炮。 上途中的轮式装甲车,定位与前面几款都不一样,这是一台军官乘坐的指挥车,名为SDKF-Z247。 它没有配备任何武装,重量只有5吨,搭载了一台65马力的发动机,时速也只有70公里。 不过,SDKF-Z247,却是专门为的军真查银,和摩托部队指挥光开发的座架,服役于1937年,一共生产了68辆,且除了图中所制的四轮款外,还有六轮款。 开完之后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恍如格式的感觉,咱们先不考虑这些装甲的实战性能,但从外观来看,着实都很惊艳啊。 不过作为混淆视听的产物,这些轮式装甲车,并没有能够在历史中留下什么闪光时刻,就算是。 装门为打击盟军装甲推出的美洲师,上了战场也只有癌糟的份。 好了,文章就到这里,欢迎大家多多留言讨论,有关点大历史会在留言区与大家再见的。 微信心 Roland,考古家欣c 王道德不共感种高的位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